台湾文教之乎新公文 因为说在生华行驾受到各界 尊重以庆安共警察委丢禁信 跟这个文章帝军来合宿 甘严表新公文对生华的福祉室观念 这点最后在二会自由发言时间 就特别向文化教做建议 应该是各处找所在设置到新公文文化馆 啊 原商是建议说是不是 在我们在庆安共后边 有一堆我们国有财产署的 和五百亿 啊 结合并 叫我们的生华读书馆 生华读书馆在市场上 没那么理想 主要啊 家庆那一堆 叫我们的生华文 先师的纪念馆结合 读书馆的党和文化艺术 还有一个丁面的丁所 主要是 军念计典表实说 祇墓尽生华导书馆 也驚在生华市场上的老部位党 因为凝聚出很多和空间 无三到很方便 可以顺世到新公文文化馆 来做会来起做会 这对生华来说是好事 另外就是 益庫的事情 因為剛才議員有提供的地方 我們有去查過 國產署的商業區 所以我們去了解未來是要有償保養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償國產署 好好來做一個討論 不過議員拿出來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好好來研究 議面立了議員建議文化教室表示 剛才思考的問題之外 還有經費問題但可以來打拼看 當天新聞帶一想議會拆訪報的